三更有梦 书当枕 千里怀人 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不要因为一点成就 变得夸夸其谈 信口开河 高调炫耀自己 虚心竹有低头叶 傲骨梅 乌仰面花 活着一定要低调做人 低调是一种智慧 这种智慧能够帮你 扶持好人际关系 低调做人 收获的是别人对你的尊重 即便你是才华横溢 也不可锋芒毕露 这既是对他人的尊重 也是对自己人的保护 锋芒太露的人 往往会遭人嫉恨 时间一长会树敌太多 别总是把自己看得太高 更不可认为 凡事有己才行 从而走上自我膨胀之路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 有这个特质的人 大多很有本事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希望大家能 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你的点赞和评论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大家的喜欢 深夜读书因你们而精彩 朗读者第二季收官 邀请了于华作为压轴嘉宾 一提到于华 很多人会肃然起敬 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先行者 评论家们称赞他行文简练 但于华却在节目里说 别人都说我的文章语言简洁 那是因为我认识的汉字少 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越是有本事的人 越是不把自己当回事 优秀的人懂得抛雀浮华 麦兹娜有一句名言 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没有你地球一样转 话虽简单 但生活中很多人 总会高估自己的位置 自媒体作者吴小五 分享过一个故事 他们家小区附近有个理发店 店里的员工只有汤家一人 是正牌科班毕业 手艺很好 但他仗着自己有点本事 经常甩脸子给其他同事看 一次他要求老板 只给他一人掌心 理由是 店里的客人 大部分都是笨我来的 但老板没有答应 这让汤家很不满 你这个店我还不伺候了 汤家以为没有他 店里的生意会倚落千丈 但没想到 他离职以后 店里的生意丝毫没有受影响 人生最大的愚蠢 一是不把别人当回事 二是太拿自己当回事 那些有真本事的人 最是谦卑自首 没有身份感 去年纪录片《时代我爆火》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袁隆平三位孙女的一段采访 在采访中 他们说到一件趣事 老师曾问其中一个女孩 知不知道你爷爷是干嘛的 令人意外的是 女孩竟然说 我爷爷是天天看天气预报的 看到这里内心莫名触动 不敢想象 袁隆平这样一位 又名望的人物 孙女却连他是做什么的 都不知道 即使他养活了全中国的人口 他依旧只把自己 当成一个种田人 水深不雨 人稳不严 优秀的人 懂得抛雀浮华 从不张扬 从不嚣张 那些见过世面的人 大多恭顺谦和 有人曾问一位智者 什么叫做智慧 智者给了他三个锦囊 说这里有三种智慧 涵盖了人生中 一切智慧的精华 第一个锦囊中写着谦卑 第二个锦囊中 依旧写着谦卑 第三个锦囊 本以为会有所不同 没想到还写着谦卑 真正的智者 走过沙漠 见过大海 攀过高山后 也认清了自己的渺小和浅薄 苏格拉底被誉为古希腊最智慧的人 可是他听到这个称号后 称慌成恐地说 我一无所知 除了知道我一无所知 一次苏格拉底在和学生们聊天时 他见一位学生总在炫耀佳境 吹嘘自己家 有一片一望无际的土地 于是 苏格拉底拿出一张世界地图问他 你能指给我看看亚西亚在哪里 这一片全是 学生洋洋得意地回答 那么 希腊呢 苏格拉底问 和亚西亚相比 希腊太小了 他认真找了很久 好不容易才将希腊找出来 苏格拉底接着问 雅典在哪 雅典这就更小了 好像是在这 学生指着地图上的一个小点说 苏格拉底又问 那么 现在请你给我指出 你家那片一望无际的土地在哪呢 学生十分尴尬地说 对不起 我找不到 从那以后 这位学生再没有向任何人炫耀过自己的家境 那么 怎样才能做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呢 黄家卫说 人的一生是见天地 见众生 见自己的过程 见世面的第一层 便是见天地 见过世面的孩子 不会因为一点点诱惑 就相当受骗 知道最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知道最远的地方有多美 知道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才不会因为一点好处 一点利益 就得以忘形 古语云 天不言自高 地不言自厚 以万物为参照 可动观一己之不足 那些见过世面的人 大都虚怀弱骨 功顺千和 他们从不会吹嘘自己有多厉害 因为他们明白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谁终将生振人间 必长久身子兼末 人生路上 怎么才能走得又快又远 很赞成 樊锦师曾说过的一句话 不要太把自己当一回事 要把事情当一回事 人须在世上磨 方能立得住 九十年代的中国流传着一句话 不少西方人说起中国 都知道三样东西 天安门 长城和巩俐 作为第五代中国导演的妙司 巩俐身上的标签有很多 三十岁 嘎那电影节评委 三十三岁 柏林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三十五岁 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主席 华盛顿邮报 全球年度五位伟大演员之一 但就是这样一个巨星 丝毫没有架子 只专注于做自己的事 孙洪雷曾在一个采访中说巩俐 她是我见过的最敬业的演员 出演秋菊打官司时 为了说好陕西方言 巩俐去陕西农村待了近半年 最后说出的陕西话 把当地村民都唬住了 拍异迹回忆录时 导演打算让替身 完成一场高难度的擅自舞 但她拒绝了 为了这一个镜头 她足足练了五个月 每天需要练习两千下 拍中国女排时 为了演好郎平这个角色 巩俐成了郎平的根屁虫 只要郎平出现的地方 巩俐都在 一次 郎平的女儿白浪 在片场见到巩俐 都情不自禁说 这就是我妈妈 以至于有段时间 夜内一直盛传 巩俐每演一个新角色 都能解锁一个新技能 但她呢 却并没有把自己当回事 我不是明星 我一生只想做个好演员 巩俐从不参加综艺节目 甚至连个人微博也没有 唯一琢磨的事情 就是怎么演好戏 对自己的作品负责 但凡我决定要做一件事 就要做得完美 谁终将生振人间 必长久身自兼末 当你在不动声色中 沉淀自己 把事情做到了极致 你也就成为最稀缺 最无可替代的那个人 著名心理学家卡奈基 讲过一件事情 演会上 有一位先生主动找他聊天 并且抛出一句言语 且在旁边 加注了对这句言语的理解 卡奈基听完后 觉得这句解释并不正确 就像那位先生提出了错误 没想到 对方坚持自己的理解 拒不服从 就这样 双方各输己见 闹得很不愉快 于是 卡奈基找来一位 文学界的朋友 主持公正 朋友得知 故事的来龙去脉后 便用脚 在桌底碰了碰卡奈基 示意他不要说话 然后 开口赞同了 那位先生的观点 承认他的观点 并没有错 事后 卡奈基十分疑惑不解 不知朋友 为何要偏袒 那位先生 朋友笑笑说道 每个人都会有 自己独特的想法 在阅读文学资料中 也不例外 我们不能要求 每个人的理解 都按援助的意思 去解读 与其一直与别人 争论解读的对错 不如 接纳别人的不同 给别人一个台阶 这样既尊重了别人 也显得自己有修养 正所谓 君子和而不同 我们虽然观点不同 但是彼此尊重 就像康德说的那样 我尊敬任何一个 独立的灵魂 虽然 有些我并不认可 但我可以 尽可能地去理解 一个层次高的人 不会以自己的意志 凌驾于别人之上 能够接纳别人的不同 尊重别人的不同 知乎上有一个热门话题 什么心态 是需要刻意练习的 最高赞回答是 别把自己太当回事 人生如过客 一切太匆匆 唯有尽量把自己看小 努力把事情做大 才能不断增加 人生的宽度和广度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